Hello大家好,我是摄影师陈芳 今天来分享一个光影感的面霜拍摄花絮和布光思路 道具主要包括透明圆形亚克力,一个玩具水晶,以及一只强光手电筒 手电筒的持续光通过水晶折射,会形成梦幻的光影效果 调整水晶的位置或者手电筒的角度,就会变换出不同的光斑 第二盏闪光灯放在产品后上方高处入射角的位置,打亮金属反光材质的瓶盖 第三盏灯放在产品右侧,配合柔光瓶,打透产品的半透明玻璃瓶身 最后用卡纸分别补量产品的左侧和底部 接下来我调整产品位置,制造前后高低错落 第一盏灯依旧是手电筒经过水晶发出的持续光 第二盏灯在产品后侧上方高位来打亮平盖 第三盏灯放在产品右侧,打透瓶身 再用亚金卡纸适当补量暗部 最后分别对焦画面不同区域拍摄素材 然后在PS中合成就OK啦 第三张照片中,相机视角调整为仰拍 先将手电筒的持续光打在背景纸上 并将光斑调整至合适的形状位置 第二盏闪光灯在产品右侧配合柔光屏 适当提升背景纸的整体亮度 第三盏灯放在产品右后侧,打出透射光 最后用卡纸为其暗部补光 最后一张用了辅拍视角 依旧实现调整好光斑的形态、位置 第二盏灯在产品上方 用来提升画面整体亮度 第三盏灯在产品右后侧打透瓶身 最后还是适当补量暗部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 如果觉得有帮助,记得一键三连,关注我哦